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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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不许再叫人使唤的欺负他 另外 他是我孩子的母亲 我可不希望她被别人当跟便利贴一样 用完就扔掉 你多照顾着她 好的 明白 从今天开始 你正式成为我的特助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 你现在的身份有点特殊了 在做过原来的位子有点不太合适 沈律师 我知道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 您 是不是因为我和易总的关系 才这样安排的 我要是你啊 就不会想这么多了 你要怎么安排 你就怎么享受 以后什么打印啊 泡肠啊 泡腿啊 这些你都不用干了 那 我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呢 你看 这些啊 画展啊 会展啊 社交活动 你都替我去一下 这个是周氏企业长期赞助的一个音乐家 是周氏企业 他下午有个小型的感情音乐会 你代表事务所 去参加一下嘛 有什么花费 找财务报效 嘉欣啊 这可是 积累社会资源的好机会 好好把握一下 沈律师 但是 以后 您出庭 我是不是 也可以跟着去 因为我 我也想做一个 像您一样可以掌握自己人生的人 当然 只要你愿意 谢谢您 还有啊 你找时间换个发型 做个脸 买几套你喜欢的衣服 这些都可以报销 都可以报销 那当然 你以后 只是代表的我 和事务所 以后 公司的形象 就要拜托你了 加油 加油 李总 你交代的都已经安排好了 谢了 今后不许在家人使唤的欺负她 另外 她的一切开销全部找NC人 李总考虑得还挺周到的 有你这样宽容大度的 她的假发啊 是我以放的荣幸啊 她是我孩子的母亲 我可不希望她被别人 当作便利贴一样 用完就扔掉 你多照顾着她 好的 明白